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李诞是综艺圈里有名的很人 他能控场 能接梗 能带节奏 还有很强的思维能力 各种类型的综艺都能驾驭 什么场面都见识过了 可是最近在一档全新综艺里 李诞竟然也没能接住节目组放逐的很招 这期节目 选手要参加一个名叫冥冥之中的绘画主题赛 其以五位策展人的姓名为主题 用七天的时间创作一幅画 李诞也是策展人之一 可他这一组成员创作的三幅画作 却走了三个极端 这是第一幅画作 因果 这幅画从绘画技巧看无可挑剔 同行观摩后都给出了很高的评价 可问题是他和李诞有啥关系 李诞自己也疑惑 看不懂这幅画想要表达什么东西 另一位策展人陆荣之给出了一个解释 这幅画显示出一种不发的生命理 就像李诞的蛋一样是诞生的意思 李诞立刻不到说 他这个李诞是荒诞的蛋 台上的几位画评人也开始天意把火 有人说这幅画里的圆圈 很像李诞圆圆的脑袋 有人说这幅画就是故意在满足观众的神丑欲 就像李诞给人一种怪诞的感觉 这位老外子直接告诉李诞 他从画中看出了一种工业感 几个人的发言像极了我们考试时 遇到不会的题目 活着答案一样 充满了欢乐的氛围 最后画家本人上场进行了解释 他说这其实画的是一张必超图 作品的主体是一棵树 树周围悬浮的是婴儿 李诞是个孝心 这个婴儿就代表孝心结下的果实 那就是效果 听完这番牵强附会的解释 整个场子尬住了 从李诞的表情就能看出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解画了 看来能打败李诞的不只是血音梗 还有冷笑话 第二幅画叫做李诞不荒诞 画家直接画了三幅李诞的素描画 摆了上去 整个会场一片画人 大学毕业作品都比真好 看都不用看 既敷衍又没有诚意 画家站在那里 表示自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 李诞又说出了金句 你可以不在乎别的东西 但是人要在乎自己的专业 只有在乎少数东西 才可以不在乎大多数东西 一般走心的发言打动了大家 也让现场变得严肃起来 这时候 策展人张志玲突发奇想 跑上去 将两色的画去掉 并将中间的画导致 一面白墙上只剩下李诞 颠倒的小眼睛 那种莫名的荒诞感 竟然呈现出来了 这也是节目的宗旨 画家只是完成了第一次创作 观众可以进行二创 第三幅画就叫做李诞 和前两幅相比 高下立判 那种质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这幅画一共分为两个部分 左边的画图里 李诞蹲在河边 河水显示出他的倒影 右边的画里 则是李诞咧嘴大笑的表情包 从李诞的表情也能看出 他对这幅画的欣赏 作者苏航解释了这幅画的神意 河水边的李诞垂头丧气 被浮明所困 显得格外沉重 倒影中的李诞则是仰望星空 显得特别轻盈 一轻一重之间 这幅肖像画就立住了 大概是为了中和画作的严肃感 他又补充了一个李诞的笑脸 进行调侃 这时候名场面要来了 李诞突然问 为了这幅画的艺术性 我可不可以不要这张脸 苏航愣了一下 没反应过来 而底下的画家 已经get到了李诞的想法 如果把这幅画作中的那张脸抹掉 表面是做了剪法 实则是让整幅画更有深度 被现实所困的李诞 到底想要哪幅面孔呢 是河水中那个坚毅的面孔 还是右边那张嬉皮笑脸 观众能解读出更多的味道出来 李诞看似是丢了脸 这幅画的意境却上了一个台阶 一 给国产综艺开了个好头 从这一个片段 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档节目在当下综艺圈里挺感玩 咒子咒之 这几年内地的综艺节目崛起 各种混搭风盛行 比如中餐厅 把真人秀和开饭店进行了混搭 多次拿下收视率第一 已经现在出道了第六季 比如时光音乐会 把歌手和田园漫谈进行混搭 播出后也成功破圈 而这一次 这档名为绘画少年的天空的节目 虽然依旧是湖南卫视制作 但还是让人忍不住捏了一把汗 因为它把综艺和绘画进行了混搭 这个难度可以说是史诗级的 因为绘画不同于唱歌等领域 没有那么强的娱乐性 它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 画一幅画短则几天 长则几个月 甚至几年 而像蒙娜丽莎这样的传世名作 耗尽了达芬奇半生的经历 综艺怎么拍 其次画画的过程是很孤独的 讲究的是一个心如止水 你把摄像机对准画家 会扰乱他们的心境 观众也看不到想看的综艺效果 最后对画作的欣赏 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 很多时候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 说出来反而就无趣了 综艺怎么拍 湖南卫视终究还是招数多 简单来说 节目组邀请了60位青年画家进行PK 最后选出优胜者 举办画展 参赛的60位选手 都是采貌俱佳的画家 他们自带文艺气质 呈现的画风是这样的 这样的 以及这样的 镜头拉近看一下 颜值也是个个能打 有男人类十足的型男 有年轻版的张艺 有狂野帅哥 有行为艺术家 还有仿佛从偶像剧走出来的男主 皮哥不禁感慨 现在绘画家的颜值都这么卷了吗 节目组邀请的五位策展人 也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大咖 有鲁迅美须学院的院长李湘群 圈内绝对的大佬 有华人签第一位女性策展人 陆荣之奶奶 她说自己从业四十载 中国找不到比她更懂画展的人 还有我们熟悉的明星 李旦 李冰冰和张芷霖 当60位画家和五位策展人 绘制一堂 呈现的画风是这样的 洋溢着青春气息 你不禁会问 这是在选画还是在选爱豆 有人会担心看不懂那些高深莫测的话 别担心 节目中呈现的画作 都是由这些少年所作 极具世界冲击力 比如这幅时光者 让人感觉充满了希望 这幅冬天 让人感觉到少女温暖 与像雪花一般的纯形 这幅涂鸦艺术 到底该先有知识 还是先成为分子 充满了个性化的表达 这幅见效 充满了动漫的感觉 这幅慈善中 用拼贴的艺术打造出了金碧绘画的山水意境 这幅重现的城市 让人一下子看到了人与动物之间微妙的关系 即使没有专家解读 相信大家仅凭第一感觉 也都能读懂其中的话为之意 五位策展人 会分别与这些画的作者进行交流 谈论的话 颇有神度 比如李旦就问 见晓的作者 为何把一部中国元素的画 做得这么日式 这个问题十分尖锐 比如李向群院长从专业角度 决出这幅画中 黑衣女子的用色太重 感觉像是在听一堂大师上课 这幅梅艳芳的画作 被同行诟病为一块破抹布 可是陆荣之却看到了作者的潜力 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展位 让人看到了节目的温度 张志玲在耐心听作者讲解 重现的城市 背后的深意 李冰冰则化身迷媚 向此山中的作者周明德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总之第一期节目就是个启蒙课 观众会跟随五位策展人 走进画家的内心世界 了解他们不为人知的创作心境 没想到这个综艺 竟然把绘画拍得这么有趣 很适合现在的年轻人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